来到新设的后车亭 全长27公尺 宽3.5公尺 由三座后车亭连接起来 金融市长刘昌前来视察 关心工程进度 期许后车亭完工之后 提供通勤族更舒适的空间 这个我们局局前面的后车亭 其实民众期待已久 然后也协调很久 非常谢谢包括我们的蔡司令立委 还有包括我们金融市议会 很多议员大家都很关心 一起帮忙 这个地方好不容易 我们也筹错了经费 把它建置成一个 非常舒适的一个后车空间 并且把公车的后车的空间 跟国道要到台北的空间 把它做了一个区隔 未来这个动线上不会交织 车型的一个动线上 也会更加的一个顺畅 在这个地方上车之后 国道的客运就直接上高速公路去 那市公车就转到回转到里面进到市区 市政府计划将局局 社区前的客运与公车后车亭位置对调 来解决上下班国道客运和市公车 往往出现交织的情形 立委蔡司令与副议长林佩祥 特别到场关心 非常感谢我们市政府跟市议会 推动局局社区前面的 这样的一个公车后车亭的扩大计划 因为这个从我当议员开始 我们就一直在呼吁要做 那这次在我当议立委的时候 这笔钱有部分也是争取中央来支持 那以及我们地方的 我们金融市政府 金融市议会来辨计相关预算来配合 让这个地方的面积扩大 让所有在等待的好朋友们 不用再忍受风雨吹佛之苦 那尤其是这一次除了我们在 迈进路靠近局局 城上城社区完工之外 长庚医院这边我们过去跟他协调 他这次也配合我们完成 那他的路线更长到125公尺的长度 那我刚才听了他们说 他们预计要花七八百万的预算 完成来配合金融市政府这个工程 那以后所有我们金融市民 不论是在迈进路的两侧 不论在哪一侧 等待公车或者国道客运的过程当中 都非常的方便 期待已久的区区后车顶 总算完工了 那未来我们会在这边 让我们所有通行的好朋友 包括1815 9006 9026 跟跳蛙的 所有通行的好朋友 在这边有更舒适的后车环境 同时之间我们这边也做出相对 比较人性化的设计 让旁边的商家也能够趁着这个人潮 来赚取一些金钱 来补助他们经济上的实惠 另外一方面 长庚这边也很乐意的 去帮我们把另外一边的后车亭 把它完善 除了新设的后车亭 将在10月5号完工启用 对面长庚医院一侧的后车亭 也将在10月底完成 同时也一并设置风雨走廊 届时民众后车环境舒适度将大大提升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